前一阵子我们可以看到不断的下大雨也造成了南回县 发生了意外 那么终于要告诉您车厢挖出来了 而预计在今天呢 中午就可以抢通 这一起呢台铁自强号撞上土石榴的意外 总共造成有四节车厢卡在隧道里头 也因为车身底盘整个卡进了十堆 所以台铁工人只要摸黑 在隧道里头抢修了一天一夜 好不容易是把第三节跟第六节车厢都脱离了 但是隧道里头现在还卡了两节车厢 受损严重 抢修困难 所以预计恐怕也要等到明天早上才能够恢复通车 而马英九总统也临时更改行程来到现场摊灾 当场就要求台铁一定要全面清查相关的危险路段 同时还得要增设预警系统 经过一天一夜的抢修 卡在隧道的第三节车厢终于被顺利脱离 现场工程人员忍不住鼓掌欢呼 才刚脱离没多久又有大石头卡住车身 这工程真的是很艰困 好几十位台铁工人和国君弟兄 摸黑在狭窄的隧道清土时修理受损车身 最严重的第六节车厢也被顺利拖到加入车站 但看看车顶因为弹跳撞击多出凹陷 机具电线也全部外露 受损严重 修复困难 隧道内现在还卡了两节车厢 通车时间也从原本的9月2号延到3号 预估抢修的复原时间需要三天的时间 也就是说在9月3号会恢复正常行驶 马总统也临时更改行程到现场勘查 质疑台铁的预警系统怎么没有发挥功效 台铁解释意外现场最近的远端监控系统 侦测范围只有100公尺 恰巧距离这次的意外地点还有50公尺远 成了侦测死角 台铁的远端接控设备就架在仿山2号跟3号的隧道圈中央 但它的校舍范围只有100公尺这么远 但是土石流崩落地点已经超过这个范围50公尺 因此司法当时完全无法发挥作用 设置这个预警的系统 尽可能争取到更多回机处理的时间 马总统当场才是要求台铁增设预警系统 其实南回铁路从新建到通车 一直在和大自然波动 除了横圈强劲的洛杉丰之外 还得穿越中央山脉沿线土石松软 行经158座桥梁 36座隧道 每个路段都是考验 因此台铁7个远端监控镜头 有4个都装设在南回路段 但总长38000公尺的南回 4个监控镜头根本难以达到滤井效果 让南回铁路每逢大雨来袭 就成了危险路段 昨天新闻黄沛如留意清张春华SNG手组 屏东报道